AudioJungle AudioJungle 这句无限接近最后通牒的话语,就出自上个月中国驻美工时李可欣的口中,如今,随着以蔡英文为首的岛内台独势力的再一次膨胀,曾在数年间不断闪现的和平统一曙光已经趋于破灭,今天他们一切的举动,一如21年前一样,他们,就是想在斜阳自重之下,在海峡之间,再次上演一场台海危机, 他们,就是想把台湾从祖国的身上,给生生的割裂开来,但是,他们低估了,低估了我们对于曾经耻辱的铭记,低估了我们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,低估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融住的大一统的魂,台湾问题不能解决,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的崛起,如果一定要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,中国的统一大业,就会无限期的拖延下去, 甚至有可能台湾岛内政治,逐渐向实质性台独演化,最终还是得走武力统一之路,和平崛起是中国梦的美丽构想,其实和飞澡泡差不多,是不可能实现的,自古以来,古今中外,和平崛起是没有先例的,是不可能实现的, 中国不能失去台湾,正如飞鸟不能失去翅膀,今天,中国不再反复抗议,今天,我们划出一道红线,一道任何人,任何国家,任何势力,处置极此的,红线,全民反台独,欢乐斗地主,台独扑克台通机令名单珍藏版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